这个长发飘飘外描冷淡帅气的武士 你喜欢吗 这可惜他是男孩子 在战国时代 日本小野漫天 岛金家族带领了西军 被德川家族的东军打得直接败退 30岁的岛金风九 作为精英将领 自愿带领部下掩护伯父逃走 对手是德川的头领执政 风九一一当时 为了取大人头 故意被士兵们的武器插中身体 然后他趁机用枪打中执政 最后执政带人跑了 远离这个疯子 而身上都是血窟窿的风九 却没死 他凭借想回家的执念走啊走 结果走到一条奇怪的藏狼 被一个眼镜蓝子 用传送门传送到了奇怪的世界 一对精英兄弟把他送到废墟处处 那里住着跟风九一样 被门送来的日本漂流着 烟一击的风九醒来 见到汁田 是钱幽浮信账 这个在日本18年前就死掉的大人物 而那长发飘飘的来孩子 是日本死的400多年的古人 拿须语医 他的供述特别了得 从19岁就被带到这 所以才能保持容颜 在三男确定身份 都是被眼镜蓝送来异世界的 夜里 三男从远处战火的栖息中醒来 因为精英兄弟救了风九 破坏了规定 所以人类士官阿拉姆带进军队 要来灭村 在这世界 艾伦精灵霍比特勒作为亚伦种 因为祖先的战败 他们成为了奴隶般的存在 对于救命之恩 风九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三男救了精英兄弟 到了精英村时 阿拉姆已经残暴地杀了一半的精灵 基本都是一些脑落病残 谁知知田就偷偷放火 烧了人类那已生存的稻田 他甚至如果无饭可吃 又没有尊严的话 能是生不如死的 阿拉姆得到这消息后 特别愤怒 不料风九竟出现在浓烟中 一人轻松杀了士兵 再往剑兵把阿拉姆 锤到奄奄一息 然后他命令语言不通的精灵们 去杀了阿拉姆 亲手报仇 虽然精灵不懂风九说什么 但却能明白意思 所以那场面 简直不能指示 在风九说服精灵之后 送他们来的子 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讯息 突然他的面前 出现一个看似病骄的女孩依贼 她也是把人送去异世界的管理者 但跟此不同的是 她送去的人被称为废机物 是经过抛弃的已死之人 但来到这个异世界 竟可以获得类似魔法的能力 所以这些人的心智都有些扭曲 想要毁掉一切 目前 这个世界的北方国境要塞 卡尔阿迪斯 正在面临被黑王军拱破的威胁 十月机关组织两位魔法师表示 一定要保证漂流者西壁 和汉尼巴的安全撤退 这两人是古罗马时期的大人物 而黑王是废弃物的王 是杀死所有漂流者和人类的黑恶势力 他想建立一个只有怪物存在的新秩序世界 而土方 圣女贞德 罗曼诺瓦等人 是他最厉害的部下 都是憎恶这个世界的存在 可以以一敌签 这个世界存在各种穿越者 从各个历史时期送来的善良人 成为漂流者 而憎恶世界只想杀死的人 被称为废弃物 两方交战多年 而十月机关是负责聚集漂流者 一起对抗废弃物的魔法师集团 引头人的名字叫安倍清明 魔法师眼看这里守不住了 赶紧安排两位漂流者 带着西壁和汉尼巴离开 他坚信只好有这两个老人 跟风九三人会合 这个世界就还有救 之后此送来一个飞行员高手 简野直 简野直不明现状 但是看到城中的人被残难杀死 立马站在人类一方 开始屠龙 在他的帮助下 魔法师他们成功逃走 而十月机关的魔法师奥尔米 被风九三人给抓住 从他口中得知这个世界的情况后 智天表示 他们没有兵权 就没办法和黑王军抗衡 所以他第一漂流者 要先征服这个世界 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风九他们利用奥尔米给的 万能交流符臭和精灵们沟通上了 精灵本是长寿 又自尊性极高的存在 所以风九用了几句气象法 就点燃他们的斗志 智天把杀的尸体都聚集了起来 然后和草木和粪土混合 过两年就给收集出消食 然后配合硫磺做火药 对于他们来说 尸体就跟废弃屋一样 利用其他才是对的 就算是活人身体 也只是皮囊而已 两天后 上集又拍了200视频 来消灭这个精灵村 风九下令把他们全部放进来 精灵们擅长用功 所以给每人配备一把弓 夜里 风九带领着斗志昂扬的大家 雷临出手 为了独而被抢走的女孩和小孩 然后复仇 风九先以一礼拜地杀去敌鹰 然后智天带领精灵们 占据有力地形 嫁解射击店 疯狂设计他们 在战况最佳的时机 风九一刀砍下敌方将领头颅 这一军溃败 所有智天设计 伪装成士兵潜入地方官的府邸 他们一路杀到塔利 看到的却是女性精灵 被无数男人侵犯的场面 风九暴怒 就这样 他们攻下这座府邸 获得了里面的所有资料 智天听到风九要杀光那些士兵 就赶紧过去打晕了风九 因为他希望风九一直做个正直的人 至于脏活就让他来做吧 所有智天杀令 傻光了他们 风九他们的光辉事迹 顺便传遍了精灵地区 当被俘虏来的妇女 回到各个村中后 传闻成了事实 智天还把基地精灵们 反抗的文书传给了每个村 就这样 精灵部落陆陆续续的 开始向风九他们聚集了 智天开始指示精灵们 用分毒等物质弄消失 为以后制作火药做准备 然而这一夜 令人做我的气息传来了 是黑黄的德里部下 带着部队来找风九他们 羽翼对战基尔德莱 最强弓箭手 和不死镰刀怪物的对决 双方交战激烈 不管羽翼射中 多少次他的要害 他还是不肯倒下 直到最后被赶来的 十月机关的大师傅 也是奥奥米的师傅 安倍勤明和强盗团的人 用枪把基尔德莱打烂 他才甘心死掉 先去地狱一步 等待他那位堕落的少女 和风九现在 正与没什么战斗经验的魔女 真的对战 真的像个新手一样炫耀着 他可以无限放火的魔法 风九曾是酒精沙掌的老手 他利用奥奥米放出的土墙 发起进攻 把他打进水井里 这水 曾是珍德生前多么渴望的啊 当时他女伴男装成为士兵 为国家尽心尽力的大战 最后魔女身份被发现 被全国人民唾弃 被施以火刑 最后真的被黑王的人救走 战胜后的风九突然宣布 下一步行动 是去解救癞人一族 妖精们听了后就面对异测 因为两族有着历史久远的仇视关系 而最初被解救了精灵孙的头领 夏拉愿意醉醉风九 他认为当初要是跟矮人族放下成剑 也许他们两族也不会被奴役制止 听了他的话 所有精灵都跟随风九了 很快 风九他们的部队 抵达了矮人的居住地 加多尔卡矿山 这里矮人们被疯狂压榨 很多矮人因为制作兵器 劳累过度而死亡 之前让精灵们把制作的火药 让进矿山发生爆炸 然后让精灵们大哄 制造声势 让敌人紧慌失措 可没想到阿拉特党武装的轻卫兵 却出现了一个个全副武装 当奥米用土墙把他们全部包围 再能炸药进去 他们也被击溃了 于是对方及时地把城门给关上了 这下难题大了 但一只老年痴呆的汉尼巴 却做了一个手势 给之前献了个绝妙的寂寞 汉尼巴曾经可是当百万罗马士兵 都击待了人 等风九带人成功技能成立 夏拉提先解救具有强壮体魄 力大无穷的矮人们 他们可是超强战斗力 但是见到矮人们 他们都面黄极瘦 一脸憔悴 见着精灵也苦苦哀求解救他们吧 风九见重 直接让大伙烧火做饭 让他们全部吃饱 才能开始战斗 随后 风九对着城里 躲起来的士兵喊 现在我们在做饭了 你们识相的话 自己扔掉武器逃走吧 不然灯火和吃饱的艾伦 会把你们大血拔快 面对风九的话 士兵们竟都乖乖地打开了城门 风九让将领潜伏自尽 以赎罪失诚之过 将领不肯 然后就被风九割了头 其他士兵仓皇逃走 羽翼看着他们的背影 本能要去追杀 因为以前他们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但是风九说不必追了 要遵守战场的约定 面对这样正直的风九 羽翼更加信任他了 而黑王刚刚用绝对的力量 威压六大龙之一的青铜龙 加入了他们 黑王具有让任何受伤的人 痊愈的力量 也有无限增值食物 和其他任何东西的力量 同时也具备让人痛苦死亡的力量 但他还是让怪物们开始学会了耕田 而这天把火枪给吃饱和足的矮人们看 矮人们竟然轻松地做出了一样的火枪 随后 风九带年轻的矮人去锻炼身体 几天 圣日尔曼博取来访 这个拥有帝国的四分之一的巨大贵族 他也是漂流着 和国王希特特一起打下了这座江山的人 他纵观时局 明白帝国即将被风九带们瓦解 所以主动要把帝国卖给他 圣日尔曼又马车 然后向各首领委宣布奥尔特帝国破产了 新的领导人是风九 然而在场出现了黑王的得力部下 拉斯普金的提神 他得意地表示自己派了兵来 但是这些兵被风九轻而易举地杀死后 他的面子挂不住了 暴露离开 他的得意之举反而成了风九 以正当理由霸占都城的借口 战争要开始了 黑王知道无法拥有都城 就下定要把都城破坏的稀巴烂给风九他们 而之前自然知道他的算盘 圣日尔曼带来了500位精英战士 给他们每人一把火枪 由志田带队组成火枪队 而风九带领矮人们组成步兵队 鱼衣带着精灵们组成弓箭手部队 火枪队守堂其冲 用敌人们见过的武器 给他们出其不意的一击 男王由弓箭队去补伤害 等到火枪队发射第二枪之后 对方只会对火枪产生恐惧 不敢向前 这时候步兵队突击 黑王的得力部下土方看到战况 让他们撤退 他一个人就见在风九面前 土方表示 只要是倒进家族的人 他都有理由杀对方一百万次 两人打了起来 风九死死地拖住了土方之一位将领 因为他相信志田一定会扭转局势的 过来 后方的志田在汉尼巴的点拨下 识破并破坏了敌人的计划 原来敌方还是想要争夺这座城池的 土方很讨厌风九这样真正的武士 和他继续扭打在一起 可最后却被黑王强制给带走了 虽然风九这一方有了巨大的优势 但双方的战斗却还没有结束 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这部动漫绝对是喜欢历史和战斗翻的福利 各种历史时代的角色混搭 绝对是为了让观众爽而爽的爽翻 并且即便不知道历史的一些历史由来 可单准画面就足以让观众一刷到底 我不知道这个画面算不算得上是暴力美学 但跟贾赫伦法帖这一类武士动漫一样 到处充实着雪茄 还算是寄图还原战斗画面的 另外千万不要抱着学历史的心态来看 毕竟这可是大乱斗的舞台 我们下期见